好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們今天回到KOF All Star的這個遊戲裡勒 好久沒有在這裡跟大家聊聊天說說話了 那今天藉這兩次的活動的機會 來跟大家說明 不是說明了,跟大家講一下 KOF到最後到底會怎麼樣 真的不知道會怎麼樣 因為這一次的那個自從上一次的炒蒂精 炒蒂精 他完全就是非常低調 完全沒有任何的那一些影片 那個 技能展示片 這一次也沒有,什麼都沒有啊 然後上一次FB裡面也沒有更新 過了兩個月之後 這一次的那個 UE雷歐納才開始更新 那還蠻奇怪的啦 這個這個狀況真的是很難看 很難 很難 不聯想到他後面會發生什麼事啊 哎呀 不知道怎麼樣啦 算了沒看算了 我們還是來 好,來介紹一下這一次 這一期的活動 好,看一下論壇 5月30號的活動內容一欄 5月30號的活動內容一欄 好久真的好久好久沒有跟大家講一下活動這個內容 那回味一下啦 那李白也是 一開始的遊戲啊 做這個YT 然後攻略 影片發 影片 那個上傳 也是因為這一個 KF All Star的機緣下 去做了這一個動作啦 就自己發 發表影片就是 第一片就是KF All Star這一片 2019年啦 那距今也差不多 5年喔 是不是 那陪著KF All Star的成長 那後面 從一開始的榮光時刻 高光時刻到現在 好像有點低調過頭的一個 時間 這段日子裡面真的是 高低起伏 有高有低 真的是 變成這樣 不知道到最後 到最後他到底會怎麼樣 我真的也不知道 那個網路上 也看不到也找不到 對啊 那大家留言也非常踴躍 不知道他到最後怎樣 那我們還是一樣 在他的 KF All Star在的時刻 我們就是支持他一下 支持KF老闆 對不對 股科長 不知道最近還在不在 因為他也 直播也不見了 什麼都不見了 對啊 現在連技能展示片都省了 到底是省錢 要去填哪一個洞 我也不知道 那麼越講越多 不講講越繼續講 好我們看一下5月30號 今天更新的內容 好這個炮灰雅典娜又出現了 炮灰雅典娜跟不知火舞 好我們看一下 好這個 登錄簽到的 這個 獎勵 登錄簽到的獎勵 那這一次就是 UE雷歐納 對不對 UE雷歐納 那還有RUSH副本 然後這應該都不陌生了 這個 大家都已經 每次更新 跟一個新上市的UE格鬥家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RUSH副本 那也是拿紅寶石 每天拿紅寶石100的 100紅寶石的一個 來源 那他的交易所 可以換一些 素材 那最近走的 就是 一個新的UE 再加兩個 舊的UE 一個新UE 再加兩個 舊的UE 那這一次呢 就是神武跟 我們這個 伊莉莎白 神武跟伊莉莎白 那剛好這兩個 李白當時 都沒有 寶石可以抽 沒有紅寶石可以抽 剛好可以借這機會 把它抽齊 雖然星數不高 看可不可以集中 至少有一個三星 好不好 那當然也是 主角 就是我們的 雷歐娜要三星 好有一個挑戰副本 挑戰副本就是你拿到他的時候 就可以去挑戰他的30層的一個 那個副本活動 那可以拿到相對應的素材 這個應該大家也不陌生 那神盾呢 那神盾呢 就是 第一週是6月13號 第二週是6月20號 那就會開啟神盾 開啟神盾 那這一次的神盾就是 阿修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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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修羅大蛇 還有那個 阿修羅大蛇 再加 那個機器的 高尼茲 這三個輪 這三個輪 那 相對的 你每次 一定會有那個什麼神盾系統嗎 那 那 就可以去增加你想要增加的 那以 以之前的案例經驗來看的話 他的神盾系統 就是會 傷害最高的還是 當 當下的 U1星的格鬥家 你U1星的格鬥家可以 抽滿 三星以上 或者是 滿星 就更好 他就可以 對最 最主要就是 新的格鬥家對他的傷害是最高的 以 之前的經驗來看的話 所以 不論如何啊 一定要把 雷歐娜 升星 到最高星 那打的傷害會更多 好那也有文字掉落活動啊 Rush交易所啊 這個應該都是一般的我們都 不陌生的一些副本活動 那再來就是 U1 Pickup的那個 召喚 卡池 召喚格鬥家的卡池 還有他的新的那個 特殊卡 必殺卡 的那個卡池 好這個就是阿修羅的那個神盾系統 阿修羅的那一些 傷害對應的獎勵啊 那多打 傷害越高獎勵越多 黑暗中 黑暗中宿命 嘉年華活動 喔收集點數啦 就點數有可能是 抽 抽角色啊有可能是抽卡 等一下來看一下他是 抽戰鬥卡還是抽角色 然後得到的點數可以拿到相對應的 素材商品 還有轉盤活動 然後說明特別活動就是你完成裡面的內容任務的時候就可以拿到相對應的那一些素材 迷你遊戲呀 回憶中的 魔法 馬術 當然這個玩完之後等一下可以試玩看看啦 玩完就可以拿到 拿他的那個對應的 那個獎品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還有你升等 U1的時候 他會 他會送你那個覺醒石嗎 那 去玩他的副本的時候還會拿到一些素材可以 可以去 合成他的那個星星或者月亮 然後你抽到那個神武跟那個 E300的時候還可以互相兌換 那個 互相兌換那個叫什麼 碎片吧 記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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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兌換記憶啦 看你要升哪一個 集中在哪一個身上 這個都可以交 做一個交換 文字掉落這個不用說啦 大家都明白 來 戰鬥之章 新一季又來囉 那戰鬥之章也是拿100紅寶石的一個來源 每天 過五關拿100 然後戰鬥卡通行 喔這個是同行證啦 KF同行證 不是戰鬥卡 那一共有兩種 其實齁 更新完之後的那些副本活動大部分都是一樣啦 只是那個UE的格鬥夾是不同的啦 那所以 一般來說大家應該都蠻熟的 就看各位要 記得去打去拿素材 然後還有一些 商店的那個 禮包 那禮白一直是都5克啦 到現在也是5克 5克 KF多久啊 我就5克多久 所以禮包對我來說應該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啦 好這個就是以上5月30號更新的內容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宿命夾年華 恩 喔這是那個格鬥家 格鬥家召喚跟戰鬥卡召喚 召喚越多 拿越多 得越多 那 最高是有1500的紅寶石 還有一些可以換那個星星月亮的素材 可以換那個彩色寶石的那個彩色素材 那個叫什麼 我一直 燦爛覺醒時啦 對啊 對啊 燦爛覺醒時啦 不錯啦 好 那 就先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啦 很久沒大家說說話介紹內容啦 那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太過低調的KF老闆啦 是不是該給 至少給個一個展示技能片啦 技能展示片啦 讓我們能 觀賞一下 你新的那個格鬥家的那個 那個影片啦 加點這個都省下來了 然後 FB也過了兩個月才開始更新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你也不會說啊 我們也要 我們就只能亂猜啊 對不對 好不好 希望能再找回 KF All-Star的榮光 好啦好啦 怎麼笑成這樣 好 這裡是白科技頻道 我是李白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 介紹KF All-Star見囉 大家 掰掰